当心珠宝 百达菲力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周乐 非常欢迎您准时的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的财经天地 今天是2013年的9月9号礼拜一 我们在上半场谈一谈股票 邀请到的嘉宾呢 他是资深的股票分析师 他的名字叫做蔡明知Benny Choi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请致电650-968-2000 我们乐于在空中为您解答 让我们来欢迎Benny Choi Benny你好 大家好 周乐你好 Benny 今天9月9号 这个在礼拜一的股票的市场 上升的非常非常的明显 道琼斯再度收复了15000点的关卡 当然这个是实际上 也是一个心理上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关卡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一下他上涨的原因 首先看一下他收盘exactly的点数 道琼斯收在15063点 上涨了一共140.62点 那么他这个涨得这么高 在三大指数里面到底排名如何 原因又如何 待会我们要来谈一谈 NASDAQ综合指数上涨了 也是涨了1.26% 现在的点数是3706 也是上涨了非常的多 那么标普500上涨了16.54 收于1671点 然后自从大家都在纷纷扰扰的都在讲 是不是美国将要在9月份的FOMC的meeting 宣布要把QE的力道减弱 可是看到新兴市场 我们用EEM这个ETF来看 他们并没有下跌 反而是连续了8天的上涨 这个意味着也许很多大型的投资人都认为 美国不会在9月份就宣布要收回这个力道 是不是如此 那主要的是重要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今天的盘为什么上涨这么多 第二个刚才说的EEM新兴市场 好像又不怕不畏惧美金测回这些新兴的国家 请发表您的论述 当然我是在Vlog上面就是说是早上直接讲 就是说叫大家不要太害怕那个Syria那个问题 那么是因为是可能是一个boot trap 那今天呢是当礼拜五呢 就是也是市场有点波动 Hello 我们的声音突然断掉了 我们现在再重新联一下线 听众朋友马上回来 经济疲软 事业率高 美元贬值 您害怕耗尽退休储蓄吗 市场波动令您缺乏安全感吗 请参加华信投资顾问威廉峰 9月14号早上10点Freemart 下午2点Cupertino 免费退休投资讲座 威廉峰只收管理费 不获利不收费 他以20年华尔街经验 为您分析美国股市退休账户及投资策略 报名电话408-725-2975 725-2975 或上网登记 ChineseAbraham.com 朋友们您是否有慢性的颈尖腰背疼痛 您是否感觉到您的身体是非常僵硬的 尤其是腰背僵直 不能弯腰 不能下蹲 大腿不能抬高 跨关节呢 僵硬拉紧 不知道您是否有尝试过拉筋呢 欢迎您参加9月14号 礼拜六下午2点 吴亚如中心诊所举办的 腰疼与拉筋的中文免费讲座 讲座现场 还有益诊和拉筋凳的特价销售 联系电话408-480-2860 408-480-2860 Hello Hello Benny 请稍后 请稍后 好 刚才的电话有一点问题 我们现在继续接着讲 Benny 请说 刚刚我是说 就是早阵子呢 大家就是有点害怕 那么我在blog上面写呢 就是这个有可能是一个 一个bear trap 就是让你就是有点恐慌 美国要打仗 怎么样 那么就实际上来说呢 市场呢 是当然是主要的 也是有反弹 当中跌了800点 那么现在呢 就是在反弹时间 那么主要呢 那就是基本上呢 就是那个sentiment方面呢 还是太bearish 关于那个QE方面呢 是QE呢 当然是大家都知道 它慢慢总是会减的 就是说是 大家不要去 就是说是太那个 太看重它 因为呢 就是就是 it's a known fact 就是说 不管它是9月底开始也好 10月开始也好 总是慢慢会减 它也不是说是马上 就是那个80 billion 一个月的马上就减 减到零 也不是只是慢慢慢慢地减 那么就是经济方面呢 当然是 他们是觉得 美国的经济呢 还是可以 就是2.5万 甚至他们的大破产 最后 他们就知道 他们有什么分担机 那么就是 就是希望它是那个 可以又回到3个percent了 这样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呢 是QE呢 是肯定慢慢 总会减的 那么一方面呢 是最主要的 我是觉得现在涨呢 就是刚刚你提到的 EMM 就是那个Emerging Market 这个呢 是那个 其实呢 是主要的还是中国 中国呢 是现在呢 就是他们那个 就是比较上是 经济呢 是有点点 就是又开始在成长 那么分担 他们那个PMI呀 那个 最近那个 他们经济的成长 就是他们最近的 你看那些 Benny Benny 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Benny 听到啊 我这边收到你的电话的声音 很不稳定 你可不可以 make sure 你这个lane line 是跟以前用的一样 并且请你把嘴巴 靠近电话筒一点 OK 听得这样子量 呀 就保持现在的音量 谢谢 OK 那么刚刚我们说的 就是那个 QE呢 是肯定慢慢 总是会减少的 OK 那么再过几个月呢 可能QE就没有 那么关于这个 是为什么市场 已经在讲了 要是那个Emerging Market 其实是 要比想象中比较好 很多人呢 觉得就是说是 中国就是 好像就是不行啊 因为他们就有个 那个 Housing Bubble啊 怎么样 那么就是可能 企业保不住了 那么其实一方来说呢 看他们现在 就数据出来呢 是开始又好像 又不错了 所以呢 最近呢 就是那个 FSI 就是那个中国的 那个 ETF呢 也涨得也不错 那么就是 是一方面呢 你看那些 那些 Commodity的股票啊 就是 早晨跌得蛮厉害的 好像Cliven Cliff啊 好像那个Vale啊 那些都是 是 有很多矿物 好像BHP啊 Broken Hill Property啊 那些股票呢 现在都在动啊 那么所以呢 就是 也就是代表 就是说是 甚至于那些 Shipping的 Drive Ball Shipping的 他们也是开始在好 所以呢 就是 可以说呢 是 就是 好像又有一波新的 新的就是那个 那个带动的 那个 那个经济 主要的就是 就是有中国那边带头 中国当然是也是 它 它们从六千多跌到两千多 也跌着跌 就是说 什么东西都只是看在里面的 所以呢 就是 我想就是说是 应该短期来说 还是继续看 那看到什么程度呢 是大概 我想大概 应该还有大概两百点左右的 仓务价 还有两百点啊 哇 今年好像都是在战战兢兢中 可是这个股市表现得非常的亮丽 从来没有一次的跌幅 是超过百分之五百分之六 对啊 这次呢 是其实呢 是跌得比较差的 反而是 反而是 因为早日子呢 真的是 industrial跌得比较厉害 Caterpillar啦 那些股票跌得比较厉害 波文也跌一点了 这样子呢 就是主要呢 就是他们觉得中国那边的影响 那现在中国那边开始好 所以那些Caterpillar今天都涨得还不错 所以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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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重是跌了八百点下来 那其他NASDA呢 反而倒没什么跌 NASDA今天收盘 那个3706是已经是一个新的价位 创新高啊 那么就是其他的指数啊 好像那个Russell啊 都都都不错 所以呢 就是现在唯一的就是 是 刀凤子呢 还没有啊 刀凤子现在15063 最高的时候到15600 那到底涨到什么程度呢 我想大概 还有两三百一点的话呢 就是涨到15 可能15300啊 左右这样 OK 好 那现在是NASDA是 独领风骚表现的最好 表现的第二好的是 标普500 第三是道琼斯 在这个三个指数呢 通常要说一个市场好 都是平头并进 在过去呢 都是NASDA表现的特别好 那最近的这个方向呢 还是照样如此 那在您感觉看来 这个中间有什么 components is missing 造成这个高科技股市领军 然后标普500是第二 道琼斯是最弱 当然今天的道琼斯 是表现很好 最近嘛 当然是因为苹果比较好了嘛 苹果嘛是主要是因为 有一个大投资家呢 卡尔埃康 他投了一点多billion下去 并且呢 他就是又跟那个Tim Cook 讲那个 他这个家伙呢 蛮厉害的 大家都是很佩服他 因为他在那个Netflix 最低的是50多块呢 他就投下去 买了蛮多的 然后呢就是Netflix 就碰碰碰碰碰碰 又涨了两三两倍 这样子 OK 涨到又涨得差不多 要要要要 Netflix 我最近都没看 反正就是50多块 现在是一百 一两百块 一两百块的股票 那所以他就赚很多钱 所以大家呢 就是非常佩服他 那他买了Apple呢 他就 他就是第一个开 第一讲就是说 他是Under Value 那方面当Apple呢 就是要launch 那个 新的那个iPhone 要那个 就是明天要launch 是有点 大家就是说 有点期待 那么 他通常来说呢 就是 也不会说 这么快就走的 OK 他这个 要是涨了一倍啊 怎么样啊 我想他可能会 会 可能会 会走掉一点 并且他呢 是 又跟Tim Cook说 就是要 要叫他 用Apple的Cash 来把自己股票买回来 所以呢 Apple现在是 就是说是在 在带动那个NASDA 那一方面 当然还有其他的 就是好像那些 那个 Qualcomm啊 那些啊 就是比较最烂的 还是一些老爷 就是好像Mustle Shop Intel啊 那些就是 那些比较烂 其他的呢 就是都表现的 都还不错啦 就是所以 就是整体来说 就是NASDA NASDA现在是在带头 那到底这个市场 Wave来说 是怎么样算呢 Wave呢 是这样子 就是说是 它是跌了 跌了是 800点以后呢 开始开始涨了 是 就是 是涨了3000 然后礼拜五呢 是稍稍停一下 就是礼拜五呢 当中跌了十几点 收盘的时候啊 NASDA还是涨一点点 那么就是 所以呢 就是这个是 应该是 现在 现在开始动的话呢 应该是 Wave 3 现在涨上去的Wave 3 第三波 对 第三波这样 OK 好 那在所有的sector里面 有哪一些是 看起来比较有 长足的涨风 那哪一些呢 还是要居于 比较次要的地位呢 要是你是 你是Botten Fishing 的话呢 我是觉得 就是因为 现在呢 就最近呢 是那些矿的东西呢 好像又回头 那么就是 因为他们说是 中国现在呢 是因为经济 比较好了 那他早阵子呢 就是那些矿呢 就是差不多用了 7788 铜啊 铁啊 这些都 所以呢 就是要 replanet 他们的supply 所以呢 所以他们呢 就是现在呢 又是从 那个澳洲啊 那个巴西那边 要去 在订那些矿 所以呢 就是这些东西 都是用船来运的 所以呢 运船那边呢 当然是最近 它还涨了很多 好像Dragship 要是它要 回一点下来的话 那么这个也是 也是只要是 bottom fishing的话呢 也可以啊 当然是你也可以买 那些 那些那些 就是矿物的股票啊 那些股票呢 是 就是Vail了 就是巴西的 也是可以说 是世界最大的 那个矿物了 那其他的 好像是 美国的话呢 就是Fleeport Memorand FCX啊 跟那个 那个是铜跟金子了 然后就是那个 Cliven Cliff啊 那些 现在都不算太贵了 因为是 因为他们都是 100多块跌下来的 OK 不然的话 就是Real Tinto啊 那么就是太阳人 我觉得它也是 我也是一直觉得 它是到了底 到了底呢 就是现在 30块钱 也是涨了一倍 所以呢就是 要是要是有机会的话呢 要是你也 就是说可以买一点 万一要是买的贵了 它涨放 就是说是它 买贵了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 你买了它叠下来 常常都会这样子 对不对 那你就守一下的话呢 就应该 应该回来 好的 听众朋友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马上就回来 大家好 我是中医师吴雅如 按照中医来讲 人的身体状态 有健康的 虚弱的 亚健康的 就是功能出问题了 可是西医检查呢 又查不出来 还有疾病的状态 在我们诊所 我们将按照 易经原理 通过您肚脐的望诊 和中医的摸脉 为您免费做身体检查 确定您的健康状态 并量身定做一个治疗方案 和养身保健锻炼的计划 我们诊所的电话是 408-480-2860 480-2860 我是中医师吴雅如 祝大家身体健康 昌星珠宝 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 百达斐力 世代相传 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 最新限量版名表 Mikimoto 珍珠 银润光泽 典雅高贵 He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 光芒夺目 肖邦 宝基 宝博 万博 宝格丽等顶级品牌汇聚 为挚爱挑选 最称心完美的礼物 首选昌星珠宝 Centro City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及苗毕达环球广场 查询请致电408-983-2688 您想找最让您放心的贷款公司吗 Nova Financial就是您的最佳选择 Nova Financial曾庆安 会为您找到最适合您的贷款需要 曾庆安 Stanley Zinn 诚恳亲切 体贴顾客心理 不给予任何压力 让您轻松贷款成功 Nova Financial电话 408-777-8900 408-777-8900 听众朋友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周乐 今天9月9号礼拜一 市场是成一个大涨坡 其实现在距离9月17-18 已经只有一个礼拜之遥了 好像在对于叙利亚的战争呢 也已经谈了很久 可是呢 奥巴马他比较谨慎 好像谈来谈去 谈来谈去 跟国内的参众院的议员 还有众议院的议员都在讨论 跟国际的领袖也在讨论 迟迟不肯出兵 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 他当奥巴马这个人呢 就是他是比较intellectual 比较理智一点 不像Bush这样子 cowboy的style 所以呢 他当然是 他也知道 尽可能可以不打就不打 可是呢 可是呢 就是 可是他也不想 那个Siri 要是我们不侵罚他的话呢 可能再会用这个化学武器 所以呢 就是他也是很难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 可能有另外一条出路 就是说是 就是Siri呢 肯把那些 那个 那个chemical weapon 就是那些毒气啊 那些东西呢 就是交出来 那真的可以做得到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就是 我想这个是有希望的 就是说是 这个仗可能是不用打 那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都 大家都 松一口气的 美国也松一口气 国际上也松一口气 欧巴马也松一口气 所以呢 是 这个也是一个好事 到底办不办得成呢 就不知道 不过呢 就是 就是 有这样子的希望 那么 因为是美国呢 现在就是说是 要是办不成的话呢 我想美国真的会 一定会动武来打炸的 那么就是 今天呢 就是说是 除了那些以外呢 我觉得就是说 最近调调的 也是有比较厉害的 就是那些 homebuild的 homebuild的 指数呢 13-12跌到 28块半 今天呢 也是 涨得蛮凶的 涨得差不多 3.4 很多homebuild的 也是跌得蛮厉害 KB Home啊 Santa Pacific啊 Toe Brother 那些都跌得蛮厉害 所以呢 就是 这是比较不好的sector 对对 因为 因为要是 真的市场 是还没涨完的话呢 这些homebuild的 没有理由 要大调整了 就是因为 他们的earning 慢慢也是开始好 那么就是 并且呢 是那个recovery的话呢 没有 没有那个housing 是办不成的 Benny 我在跟一个builder 在谈话的时候 他们也是一个 public trader的 一个builder 那么我说 为什么 哇你们这个新房子 一直都卖得很好 为什么最近 股票跌得这么多 他说 根据他自己的了解 还有他自己的判断 是因为 新屋已经 大概有六个多月 都没有拿到更多的 新屋的permit 也没有破土 也没有新屋的完成 他说 一旦当这个pipeline 又再开始 布铭起来 可能他们的股票 又会上涨了 你觉得他这个说法 sound any logical reason behind yeah 我想是 因为这种东西 都是一波一波 这样上去的 也不可能 就是说每一个月 都是成长 有个19% 不大可能 ok 所以呢 最近当然是 也是他 那个涨了蛮多的 从那个2011年 那个xhb呢 是这个homebuilder 是到底 到了那个最近的 那个 他当时 他是比较早一点 到那个top 我们是在8月到top 他们是在5月中 就到top ok 然后呢 就是 所以他们的 从跌到28块多 那现在我想 应该怎么样子跌完 跌完的话呢 可能有一个反弹 就是会不会 一涨位到32块多呢 很难说 不过我想大概 我想31块半 这样子总是会来的 哇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所谓top AAA等级的 sector 或者是股票 主动的提出来 跟大家讲一讲 当然这个AAA呢 也要看到 在未来 一直到年底 可能也会表现的 特别出众的一些sector 和股票 好吗 现在当然是 我是觉得 就是带动的话呢 就是sector来说 我是觉得 就是有些股票 是调下来的 好像金子银子啊 这样子呢 我觉得就是 也是找针子一个bottom 那个bottom 就是差不多是 1200块的金子呢 是应该也是 差不多一个bottom 就是现在在 现在是在反弹 反弹完了以后 可能会调一下 还有一波上去以后呢 可能会调一下 不过呢 就是调好了以后呢 市场应该还是会涨 homebuild的 当然也是 应该是应该不错的 那么material呢 是主要是因为 受那个中国的影响 那么material的话呢 要是你是不想买 因为material其实它那个 它当然除了那个etf以外呢 当然是 就是说个别的也可以啦 OK 就是好像 那个要是etf的话呢 它还 就是说除了那 freeportmemoran 你看这个xlb今天是 长新高的啊 xlb就是这个material 也有41块6毛9 xlb xlb 里面包括有freeportmemoran 包括有dupont 包括有dowchemical 那些东西呢 这些东西呢 都是要是 要是是economy recover的话呢 应该也是会涨的 所以呢 就看得出来 这个xlb呢 是b like boy啊 就是今天是畅新高 所以就是还是不错的 你可以买个xlb这样子 比较少 创新高也敢买 这个就是 所以刚刚我说的 要是你买了 要跌下来的话呢 你最好守一下了 OK 不过基本上来说 并且它还有一点 股息的xlb 所以都还不错 那你可以 要是你觉得 创新高不想买 那你就 就买点freeportmemoran fcx啊 那他们也有点股息 其实创新高 也要看它的图表 比如说大家现在 再把xlb的图表打开来看 41块6毛9 可是它成长的比较稳健 并且它跟5月初的那个时候 做了第二个顶之后 慢慢上升 倒并不是好像说爬山一样 一个飓风一样 一只独秀一直冲上去 我对于这种创新高的信心 还比较足一点 Benny 那另外看一下日本的股票 那来看一下这个日本 日本呢 它EWJ在今天是达到了 11块6毛1 因为它是最近才宣布了 2020年的奥运 将要在日本举办 所以全国是欣喜若狂 那在日本的这个ETF里面 你怎么看它的前景 当然日本呢 其实呢是他们比较惨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资源 everything 就是那 raw material 都要运过来 当然他们是 就是经济来说 当然也是一个大体的 大国的经济 可是呢 现在呢 慢慢慢慢就是受到 中国的压力很大 就常常中国跟它竞争 怎么样 那么所以呢 就是 所以就是 日本来说 我想是 还是比较差一点 不过呢 就是要是你要买的话 当然还是买一个 那个 买一个那个 那个ETF比较好 就像你说的EWJ 那么那个呢 我想大概涨回到 也不会太厉害了 我想大概涨回到 12块半 13块量最多了 哦 好 那除了XLB 还有EWJ 当然EWJ是要看 整个国家的 股票的前景 那么另外像Apple 那Apple呢 他今天 看看他的情况 是怎么样 AAPL 那Apple这种股票 当然在明天 有个大消息要出来 这个也关系到 出来之前 出来之后 谣言事实 等等等等 如果是 精明的投资人 是不是应该 要选择Apple 我想应该还可以 Apple不过就是 当然涨回到700块 我想也不大可能 我想Apple来说呢 我想大概 再涨个几十块钱 应该有可能 OK 那另外还有哪一些 特别的股票 特别股票 要是你要 你要减一点 比较便宜一点的 就是是那个 有点股息的 OK 那么就是 当然是 我是觉得 好像是material的话呢 Cleveland Cliffs CLF 这个股票呢 我曾经在 Blog上面 有的时候也提过 它从15块 涨到26块 然后又回下来 那么今天呢 是涨了一块多 那看它样子呢 就是好像也是 它涨到 涨到26块 多一点呢 就 然后就开始调 调下来 就是调了差不多 有两个多礼拜 这样子 从26跌到21左右 那今天呢 就涨得还不错 这个股票呢 我想应该可能 会创新高 新高呢 是大概 上次是差不多 是26块多 这次应该大概 才30块左右 这样 OK 谢谢你 Benny 谢谢 OK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要知道一下 您对于年底的prediction 其实实际上呢 是这样子的 利息不涨呢 股票呢 还是慢慢慢慢 还是会好 HelloBenny 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听到啊 所以呢 就是利息不涨呢 是股票呢 还是慢慢会涨 中间总是会调整 那么就是 不过呢 就是你调整 有的时候呢 调的比较深一点 也就比较浅一点 那最近呢 就是因为一调下来 sentiment比较bearish 你这个sentiment呢 你就是要看那个 Investor Intelligence 那么就是说 每个礼拜四 你在那个 shaferresearch.com上面看 那当然我也会讲啊 那现在呢 以这样子sentiment呢 这个市场呢 是应该还是 慢慢慢慢 还是会涨上去 涨到什么程度呢 也许涨了两三百点 也很有可能 会创个新高 所以呢 就是大家不需要 太害怕 这市场呢 就是 as long as Federal Reserve 还是是 不加利息的话呢 应该不会有什么 很大的问题 好好话 Bennie 我跟你做股票的节目 从十年前一直到现在 我没有听过一次 像 我觉得您是比较保守 比较谨慎的人 但是从来没有一次 听到您的口气 是像今天这么bullish 我这个呢 当然是 你也知道 我是 这个是 这个是 就是说是 比较long 因为你问我 比较long term一点 对 所以long term 现在 基本上这样子 大家就要不要忘掉 2007年 为什么市场大跌呢 大家好像是 就是说是 有点点 蒙蒙董董的 为什么 因为是实际上 涨了17次的利息 现在一次都没有涨 OK 所以呢 现在呢 就是 当然是 就是说是 情况有点不一样 现在又有 sequester了 美国呢 就是又有 deficit了 有很多很多问题 可是实际上来说呢 最主要 基本上 最重要的 还是在 Federal Reserve手上 Federal Reserve 要是是 要是我们 要是开始有通胀 所以我一直就是 在那个 blog上面写 就说是 你们要留意的 就是那个TYX 就是这个TYX呢 是代表 那个30年的 美国公战 要是这个TYX呢 要是是 现在要是 开始在涨 因为呢 这个TYX是 就是说是 政府没有办法 控制它的 因为是 它是30年公债 这个是 这个是完全是 看那个inflation的问题 那么要是 这个TYX呢 是 要是是 它那个 要是是 开始是 开始在动 开始在涨的话呢 那你就要当心了 OK TYX 好的 还是 还是 没有 没有什么动 OK 好的 非常感谢 Benny 我们今天上半场的 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感谢您 祝您 晚安 我们下次再谈 拜拜 拜拜 如果您向往成为成功的房地产贷款经纪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如果您热爱为客户提供最好的地产贷款服务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如果您要为自己打造 长远回报丰厚的地产和贷款事业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Sophie省地产和贷款经纪团队 是您最佳的选拥 贷款银行 以超好的利息 帮您立于不败之地 Gugan贷款银行 欢迎您加入贷款经纪团队 Corey Baker Lane 408-720-6800-720-6800-720-6800 教您如何三日之内 请走不付房租的租客 详情及定位 请致电408-823-9780 823-9780 或上网至 www.greiclub.com 登记报名 您在考虑卖房吗 Rebecca Lane 以惊人的卖房记录 在华尔街榜上有名 荣获Wall Street Journal Best Real Estate Agents of 2013 在湾区卖房 当然要找Rebecca Lane 放心又开心 Rebecca Lane 408-720-6800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 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物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www.goodvillerealti.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讲座 嗨 James 你搬新家了 听说房子抢得很啊 你是怎么买到的啊 这都是Vila 和他的团队帮的忙 Vila先帮我做了 pre-appoval 他们是direct lender 可以自己放款 我的offer 没有loan contingency sailer很放心 我offer价 并不是最高的 但还是拿到了 我们全家高兴得很呢 这么好的服务啊 他们收了多少钱呢 没有任何费用 我用他的服务已经十几年了 从long pre-appoval 直到最后close Vila是最好的 我也介绍很多朋友给他 他们也都非常满意 要买到好的房子 你必须找到像Vila 这样专业诚信 经验丰富的人才行 快快快 快把Vila的电话给我 Vila的电话是408-307-5056 408-307-5056 细古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细古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细古华人电台 现在来介绍在我们现场的 三位嘉宾 第一位是Lisa Yang Lisa你好 周六晚上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Edison小姐 周乐你好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为什么觉得你们 今天晚上特别漂亮 是不是快到中秋节的原因 一定是 月饼吃多了 皮肤好好 那么我们另外一位 Laura Hey Laura how are you? I'm doing great How about you? You always sew with high spirit I love it I try to Sometimes it's hard to maintain Just like the tendon right now Am I making a bad joke or not OK 首先我们要讲的 这个话题是关于 在我们谢股湾区的 房地产的现况 现在是9月9号 到底现在买房 买房的这个能力 是怎么样的 然后在我们附近的 几个county里面 几个city里面 买屋卖屋的情况 又是如何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加州和湾区的 这个统计数据 现在出来的是到7月底为止的 8月份的数据还没有出来 全加州到7月底为止的话 它是销售 这个月是销售了 四十四万八千 一百一十八栋 这是什么概念 包括新房旧房 condo townhouse都在一起 它的概念就是说 比上一个月 就是比六月 增长了17.3% 然后比一年前的7月 增长了21.8% 现在的销售量是从 2006年8月份以来 是最高的 你说就是2013年的7月份 对对 2006年8月份 销售量最高的全加州 都是51,054栋 所以已经比较靠近它了 然后这只是销售量 那中间价位呢 7月份的中间价位 当然也是包括旧房新房 然后condo townhouse都在一起的话 是363,000块 比上一个月增长3% 然后比去年的同期 增长29% 就是说一年之内 涨了29% 就中间价位 在湾区 统计的就是湾区 这个九个县的话 在7月份是卖了 9,339栋 也是包括新房旧房 condo townhouse都在一起 比它的销售量 比去年 比上个月 是增长了18.3% 销售量增长还是蛮多的 比去年的同期 是增长13.3% 那它的中间价位呢 就是湾区九线的中间价位 是现在是56万2 比上个月增长1.3% 就是这个中间价位 增长没有很多 上个月是整个湾区九线的 那个中间价位 是55万5 现在是56万2 但是比一年前 同 是7月份的话 增长33.1% 哎呀 这涨值还是非常可观的 是 我知道这些数字都是来自一些 最可靠的官方的数字 是 Lisa 这个又是跟我们住在附近的 最immediate的一些neighborhood 所以这些数字是非常科学的 非常有 有百分之百的正确性的 可是这个跟我们在最近几个月以来 听到周遭的亲戚朋友 或者社交场合 听到大家讲到的资讯 有一些落差 为什么大家说的话 跟真实的统治的数据 听到的话 好像比较negative一点 那是因为8月份的 那个统治素质还没有出来 现在是7月份的 那8月份的市场 稍微的有一点点 就是销售量 稍微有一点点下降 也是主要是因为这个 假期的这个缘故 所以下次跟大家分享8月份 和如果可以的话 8 9月份的那个销售的情况 好 Lisa 在before 在8月份的官方数字出来之前 因为现在是9月9号 跟我们讲一下 你个人对于现在 卖方和买方的这个情况 还有心态 现在就是说实际上总体 还是处于一个上升阶段 就是价钱还是比以前高一点点 但是就是说不像以前抢的那么厉害 像3 4 5月份那几个月的话 是就是有点crazy吧 大家也都有体会 就有点不大理智了 对对 那时候的一个房子出来会抢 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 有一些房子是有点抢的overprice 如果你很不幸的参与了这种竞争的话 因为大家都特别想拿到 而且那段时间确实房源很少 大家也很担心 以后没房子了 所以是有个别的 但是因为这个整体价钱也上来 appraisal value也上来的话 现在的价钱其实没有怎么 就是说还是在那个基础上 based在那个基础上 大家只是现在就是说 不像以前那么抢的那么疯狂 比较理性一些 好 另外有一个index 我们先用它的简称 就叫做BPPI 它是buyer's purchasing power index 这个是怎么得来的 然后这个对于现在 还有forward looking的 future的prediction有什么影响 好的 这个总体是叫做 就是buyer's purchasing power index 就是BPPI 它翻成中文就是叫买方的购买力 它的买方的购买力 它是按照就是正负来比 那么一个正值呢 就表示说今年比去年的购买力 有增强就是一个正的index 如果说购买的能力有减少 就是一个negative的负的index 那么现在的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吧 这个APPI是开始进入负值了 就是在前几年 尤其是从统计数字 从10年12月份开始 一直都是往上涨的 基本上涨到就是12月 然后开始有一点点下降 但是即使有点下降的话 那个index还是正值 就是说还是比去年的同期是增长的 那么从五月份开始以后 它下降 这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interest rate 突然的上升 那么同样的收入 它也count进起来 就是大家的收入也有增长 但是增长的这个速度 比这个mortgage interest rate的增长的速度 要远远要辞滞 所以这样的话就导致了大家的现在能够买的 能带到的房子的贷款比以前要减少很多 所以现在就进入了一个negative的那个area 所以这个数字BPPI反而是已经有了八月份的数字 七月份是下降了10.33 八月份是下降了9.23 对 然后它就是说 事实上八月份是属于一个估计值 就是从它一直预测到2015年的12月 都是处于一个负的值 那所以可不可以这么说 可不可以这么解释 就是大家在预测利息会持续升高呢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这个跟buyer的willingness没有什么影响 而是affordability的确受到影响了 是的 这个是不是意味房价可能会暂缓 平或者是不可能上升太多 所以从这个数字上来说呢 就是给seller的advice 就是说如果inventory是跟以前一样的话 那么那个buyer因为他的purchase power有减少 所以这个价钱就比较很难再增长 除非这个inventory突然降下来 那么价钱也会强上去 好的Lisa Yang 她的电话号码是408-393-3951 393-3951 email是lisayang777 atgmail.com 永远的在做的好的经济 不管是任何的经济的时候 任何的市场 永远的有客人在跟着他 在追着他 要让他找房子 要让他卖房子 所以就这两个大的项目 我们请替Lisa来告诉我们 house wanted house needed 好的 如果大家有谁在找这个 Almerton Valley那边 是他的利兰的高中最好的这几个学校的话 我有一间三房两个半域 1500多尺的房子 二十几年不到30年 闹得不是很大 3300多尺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请跟我联系 大概82万左右 那还有客人在寻找这个 Palato或者是Cupertino 如果有崭新的房子 是最好 全新的 全新的 对 因为这个客人就想要买崭新的 没有人住过的 那2500尺到3500尺之间都行 就是价钱不是不限 也是cash可以买 那如果买不到呢 就是如果有谁有旧的房子 不管房子多大多小 只要这个lot是有6500尺以上吧 而且他prefer是不要一个corner lot 他喜欢比较在中间 比较感觉比较安全一点的地方 那个有房子的话 Palato和Cupertino 就是要好的学校 如果有谁有房子 想要考虑出卖 请跟我联系 我可以给你马上cash close 听听看这个口气 是qualified buyer来的 好 要联络Lisa的电话 是408-393-3951 好 还有一个很快的 就是在Cupertino West San Jose 或者是95130 比较好的小学 初中高中的地方 如果有三房两玉以上吧 1000尺以上 就行也不要求 不是很多 就single family home 90万到一个million之间 如果有谁正在考虑的话 我也有客人 这个不是cash 是需要贷款的 但是贷款能力非常强 当然了 在经过Lisa 你要带他们之前 当然要先qualify 或者review一下 他的financial condition 这样子不管是对卖方 或者是买方 都才不会浪费自己的精力和时间 是 希望大家能够跟我联系 好的 再度的报告一下Lisa 他的email地址是 lisayang777 at gmail.com 拼法是 lisayang777 at gmail.com 电话号码是 408393 3951 非常感谢Lisa 谢谢你 谢谢周乐 谢谢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 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进段工商资讯 就来听听看rental的market 在过去几个礼拜里面 有没有巨大的改变 同时也会宣布一些 current listing 将会由Laura来告诉我们 同时这个房子呢 虽然是在出租的房子 虽然是 好像有一些是 人情或者是 good business practice 但是在法律上面 到底他所谓的 lisable的condition 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确是要密切的注意 休息一下 就来访问Edison 还有Laura Welch 马上回来 不要走开 Lisa Yang是您 湾区房地产经纪的首选 请致电Lisa Yang 408393 3951 408393 3951 UR Property Group 优良的团队 提供全方位的 物业管理服务 请电Edison 8888989688 8888989688 或email到 info at urpropertygroup.com 华丽舒适的独立别墅 位于Evergreen山顶 六间卧室 5.5玉5000平方尺 超过47000平方尺 占地面积 美丽装修设计的家园 宽敞明亮大厅 与意大利大理石地板 花岗石台面 樱桃木 橱柜位于开放式的豪华厨房 专业设计 奢华靓丽的园林后院 设有网球场 凉亭 内置厨房 烧烤架和游玩设施 是您最佳的住家选择 详情请接洽 Franc Liu 408-313-2688 Lisa Yang 是您湾区房地产经纪的首选 请致电Lisa Yang 408-393-3951 408-393-3951 Ur Property Group 优良的团队 提供全方位的物业管理服务 请电Edison 888-898-9688 888-898-9688 或E-mail到 info at urpropertygroup.com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 报告 风险 税收 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电查询 408-689-2509 网址www.askdz.com askdz TransPacific范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受险 和年金的General Agency 代理超过30家知名保险公司 在全美有超过1000名保险经纪 公司总部位于Arcadia 并于City of Industry Torrence San Jose 及Las Vegas 皆有分公司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专业的培训及高佣金 泛亚一定可以让您的事业再创高峰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团队 电话888-831-886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再度介绍我们现在在7点45到8点钟的嘉宾 第一位是Edison Eddie 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Laura Welch Miss Welch How are you I am just loving today Great 好Eddie 这个房子要租给人家 一般人来说 都是会把它整理的好好的 什么东西都是 Liveable的condition 但是这种事情对某一些房子来讲 某一些房东来讲 人家却不是这种心态 因为这世界上充满各式各样的人 所以就会有一个情理法 当情理讲不通的时候就来法吧 没有错 所以我们今天把我们重新提醒一下 就是所有的房东怎么样把你的房屋准备好 什么叫做Liveable Condition 那我这边下面列了几点 可能有更多的话 那欢迎听众朋友再打电话给我们 可以知道更多的详情 第一个就是房屋屋顶 墙壁窗户没有漏水 所有的水管水龙头和电瓦斯都是好的 那好的冷热水供应 好的污水处理系统 污水处理 对污水处理 像你的清洁室 清洁室或者像你的洗手间 这些必须要能够 你的toilet能够用 对不对 那好的暖气这是需要的 还有好的电器照明和接线 那房屋的里外呢 必须保持干净 卫生 没有垃圾 老鼠和虫害 足够的垃圾桶和垃圾箱 垃圾桶 这个不是跟city有关吗 垃圾桶是跟city有关系 但是问题是说你的房客要 你要必须要有这个service给他 那我们可能长到比较偏远的地区 有些是有山上啊 他们可能没有这个垃圾的设备 你必须要让你的房客有这个垃圾桶的这个assess 那还有就是地板楼梯扶手是良好的 这个是关于人身安全的问题 这个非常重要 OK那比如说从garage到厨房 或者是到居住环境的这个门 是不是有规定一定要多久的时间的fire resistance的门才行 对他有一个fire resistance的那个city有一个rule是规定的 所以你要用他不同的这个rules来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对应该要被enforce的 对 好 那么还有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房子里面最容易出事情的就是抽水马桶 用着用的呢 他就滴滴滴滴一直漏水 这好像是经常要修理 所以在一个人move in 有这个walkthrough的这个procedure 和他move out的walkthrough的procedure 通常都会有一点出入 对 这个也你即使找了一个handyman来断定 也可以说是normal wear and tear 也可以说是tenant的misuse 这个很难断定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我觉得请专家来是最好 一般的水管的这些人他会告诉你 这个是wearing tear 还是说是damage 是physical damage 所以常常的话我们就是在move in move out的时候 我们会写一些move in move out report 这个很重要 那你相对的对下来之后 他在move in的时候东西都是好的 他move out之后 如果这个客人呢 for example他住在这边已经住了几年了 那他所有的东西来讲的话 他都是很合理的告诉你什么东西需要收护 他也不会abuse这些东西 一般来讲在我们move out的时候 我们就会跟他就会跟房主讲说 这个马桶可能需要修了 或这个马桶是因为他wearing tear 那除非那有些时候 也是因为有些常常 马桶发生最大的问题 有些时候是小孩子把玩具塞进去 或者东西冲下去 所以这种时候都很容易辨别的 只要找一个很好的水管工 有license的话 他都可以告诉我们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dishwasher dishwasher在counter上面 不是都有一个stick out的部分 对 有的时候自己一tendon move out 自己去试一试 run一个full cycle的load的时候 就有的是bubble跑出来 有的是水跑出来 堵住了 那你就去问这个tendon 他就会说 我自从搬进去到离开 我从来没有用过 他从来没有用过他的那个washer dishwasher right 可是问题是说 他如果就这样讲 你怎么办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很简单 进去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list里面 大概有一两百种item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check it out 然后tendon必须要sign的 所以他如果在check in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好好的 move出去是坏的 所以本身来讲白纸黑字 应该是他的问题 那当然还要加上 就是像我讲的 我们要professional license plumber 来告诉我们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坏的 为什么坏 好 Edison他的电话号码是 六五零八二三零二六六 他的email的地址是 eddie at edition.com 拼法是 eddieshen.com 电话号码也很好记 email也很好记 但是如果您是在开车 就强力推荐安全第一 先把电话号码记起来 六五零八二三零二六六 好的 听众朋友 还有eddy 我们继续再说一下 其实现在市场即使很好 但是你碰到了一个 还蛮 恶房客也好 或者他真的有difficulty的 房客也好 他就不付房租了 你怎么办 我不付房租的情况 可能有很多 那我们也讲到 很多事情在处理的时候 可能情理法 最先的话 我想最重要 就是先跟房客沟通一下 但是有些房客 他可能根本就不理你 不理你的状况之下 如果要照法律的话 这个其实你可以 他不付房租 你就给他一个 three days pay or quit notice 那如果过了这个三天之后 他还是不理你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file unlawful detainer action 开始election process 好就这个话题 我想下一次另批一个 比较多一点的时间 对对对 来讲给我们听 因为我自己在若干年前 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你们 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个房东 但是真的是碰到了一个 什么housing aid的一个房客 fair housing fair housing的一个房客 碰到各种各种的麻烦 为了要赶他出去 我想我自己的心脏 每天都跳得很快 然后我的血压也长得很高 真的是碰到这种情况 所以在那个 那个时候 第一就是不应该 收那个房客了 第二就是早早就是 应该找一个 property manager来替 我们房东来管理 就不会有这些后遗症了 我们再度报告一下 Edison的电话号码 650-823-0266 同时他的email是 eddie at eddieshen.com 谢谢你Eddie 谢谢 好下面接着我们要访问的是 Miss Laura Welch Hey how are you? I'm doing fine Let's start with announcing the new listing OK OK Well we have current listings We have a three bedroom two and a half bath with a huge loft that's in the Silver Creek District Silver Creek Yes Wonderful I think they're air It's the best Yeah Not to mention R is worse But they're seems They're higher up To be higher up Yeah Yeah And that one's 3100 And we have a vintage three bedroom two bath In Willow Glen Oh no I wish But this one has a huge yard It's over The lot is over 9400 square feet Huge lot It's like a park It's absolutely gorgeous And it's in Sunnyvale And that one's for 3000 Even better And we have A vintage How old is it? It was built in 1948 Ah It's just The whole It's not the turn of the 100 years though No No That would be antique I love vintage Oh me too And then we have A real special one Coming up very soon In Palo Alto It's in the only High rise in Palo Alto And yes Close to central Mmhmm Yeah It's close to downtown Right near the Train station Stanford parking You know Yeah I think I know Exactly where Is the location at Yeah it's beautiful It's two bedrooms Two bath It overlooks the pool They have 24 hours Service there Secured building Yeah You know It's just wonderful People more family They just don't want To move out Well it's You know You can't Tell people exactly But it's rumored That two of the four Pent houses Actually belong to Google executives Jay Yeah Make me feel Jay Something I didn't say The word But also If Because we have We're working with The relocation families And so we have A lot of families That are looking For two Threes in You know Like Sunnyville Powalto And mountain view Because you know Google Facebook LinkedIn Everybody They're hiring Bringing people in So there's a shortage So we're looking For places to rent out So we're looking for So we're looking for Lora Tamen手上的 Current listing The location for rent 跟大家說了 那同時呢 她剛才也說了 Tamen需要 Tamen有的房客 Relocation的 Current listing 或者是personnel将要move到我们这个地方 在找什么样的rental property 希望大家可以直接的打电话给Laura 408-483-5809 408-483-5809 这个电话号码其实可以跟Edison的共用 其实他们都是共同拥有 urpropertygroup.com的这两个partner 非常nice的非常professional 有full of experience的property manager 那Laura她的email地址是 laura.urpropertygroup.com 我想我念的大家不会听不懂 OK 我们现在来讲一些其他的论述 譬如说Laura Today's economy is really hard It's extremely good for somebody It's extremely hard for somebody Let us know how you feel about it Well in today's economy Especially people who own the rental property Themselves and they're managing it themselves A lot of times they want to give people a break That would be a good tenant But they can't come up with the first month's rent And a security deposit So they say hey you know How about if I split the security deposit I'll put half of it now And half of it with the second month's rent And so the owner says Oh geez that's fine You know takes the money Yeah but at that moment you should pause And think about the legality of it Exactly because what happens If the new tenant doesn't pay his rent the next month Then the question is well Can you keep the half of the security deposit That you have Or do you have to ask Or do you have to give it back Well it all depends on how you wrote the receipt How do you write the receipt Proper receipt would be that You have received A full security deposit And half the month's rent Okay okay That will take care of In case something happens You are sitting in the legal ground Yeah To protect your rights Okay Our remaining time is so short But what if you have a long-term tenant Who fall into the hardship Well we had actually had it to happen to someone we know That they say oh we'll give you a break And I'll and you know Cause you're normally they share the water bill I said I'll take care of the water bill To you guys are kind of back up and running Well a year later They hadn't paid her any of the water bill Yes She gets a new job out of state Gives a 30-day notice So can she get the money for the water bill That they owe That doesn't sound like it Okay The time is up Thank you three ladies Very very much Lisa, Eddie, and Laura Thank you and good n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Alright Audience Good night And see you tomorrow at 7 Bye bye 把插头 发愈疑